大家好,你們繼續看 《晚吹音樂系》 我們身邊多了兩個人 分別是陳健安和Oscar 今天上來有些事情跟我們說 有新歌、新唱片 接下來要開演唱片 是 現在有四場嗎 現在有四場 準備得如何 歌單都七七八八 而這次演唱片的創作主導 都是Oscar 好的 對,唱片的創作主導師都是Oscar 所以連貫性和整體性 都會因為這個頒底而更加緊密 這首唱片由頭到尾做了多久 如果由第一首歌開始計算 應該是… 創作者的派對 創作者的派對是2022年的時候 是 開始製作 應該前後兩年去製作這張專輯 不如又問問Oscar 作為這個項目的創作總監 在陳健安身上發掘甚麼 試了甚麼法術 通常我做這類型的項目 都是會接近比較熟悉的朋友 所以會知道 大概他的性格是怎樣 適合說甚麼 如果你有看過社交平台 也知道他會說多少經 通常都是一些很生活化的東西 千磁磅 所以圍繞著關於生命的歷練課題 然後融入自己的元素 有自己看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項目中用了… 他之前在訪問中說過很多次 一個叫做痕跡搭痕跡的概念 在訪問生命是怎樣循環不適 而裡面可能有痕跡的重疊交替 而這個概念是我們從繼續開始 便會發展出來的 因為當時應該做創作者的派對 和熱門脈圖鑑的時候 還沒打算做一個大項目 好 到了2023年的年初 就啟動了 所以才做了繼續繼續這首歌 繼續在這首歌的很重要點題作 而我記得當時我替他寫的時候 可否把之前我剛才所說的兩首 創作者的派對和《熱門脈圖鑑》 有些元素都可以包含在 繼續計算這首歌中 因為那兩首歌的風格 或題材上都挺遠的 挺不同的 所以由這一刻開始 有心想做一個大項目 而那時還沒打算… 對…你這樣說我又生氣了 對,還沒打算是大項目 那個連結就是在於創作者派對 和《熱門脈圖鑑》 其實也有一點關於藝術的元素 即是圖鑑也好 創作者的歌詞內容也好 所以到繼續繼續 剛才說的痕跡、踏痕跡 也不怕長期再說一次 其實是一個人畫畫的過程 就像畫油畫一樣 當你很不滿意這幅作品 你可能會用黑色的油 蓋上它 一直蓋上後你又再畫 然後你一直不滿意 就一直蓋上… 而這個概念的核心 說到可能到最後,你的人生到最後 你還是不滿意最後畫到那幅作品 但真正正正重要的是 當你打側看一幅畫的油畫厚度 它就是基於這件事 製作後的作品 不如又問這個專輯的名字 這個專輯的名字是Live After Life 是否隨著你們剛才所說的概念 的蒙生 這個名字也開始出來 我也可以說說 很早期時,Oscar介紹了一部電影 給我看一部電影 我猜他也有看 叫做After Life 有看過嗎 我沒有看過 是Netflix 而那部電影的內容是 有一個男人 他的老婆… Ricky Gervais 對Ricky Gervais的導演 以及他做了一個演員 他的老婆因為癌症離開 他有想過真的要自殺離開 甚至其實… 總之他覺得生命沒有意義 很絕望 即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沒有了 對,變得很厭世 然後到處去面對人 這張專輯的概念 就是來自After Life的感覺 其實在討論很多事情 就是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件 之後你的價值觀變成怎樣 你對人的行為有甚麼改變 就是整張專輯的概念 就是來自這個 但因為After Life是有一點死的意思 對 而繼續… 可能是他之前耀輝老師所寫的 未知或之前說重生 其實都是說生命之後 仍然有事會發生 所以他就加了生命在前面 所以現在就成為生命後 今天我們還有一首新歌要說 是 就是愛的一種… 一種烈宅 這首歌你會形容為… 有點夢幻的感覺 我聽起來覺得挺好銀 是 是 這首歌其實現在是我的最愛 好 因為我想做完整個混合出來聽 那種感覺… 我很喜歡聽這種夢幻的感覺 有一種…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個濾濾 那個濾濾有塵霧 好像有果粒,有濾濾的感覺 他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是2019年已經寫了一首歌曲 好,你是自己寫的嗎 我自己做一首歌曲 一直有不同的項目都拿出來 他總是最後被人篩走了 好 到這一刻,我之前看到一個朋友的社交平台 他就分享了一個兒子 兒子就問我的朋友 媽媽,你知道我怎樣來到這裡嗎 然後他就具細無謂說 他來到這個世界的畫面 在天空有天使帶著他 下面有很多爸爸、媽媽 我經常看到媽媽,你很漂亮 笑得很開心 所以我衝進來 做了你的兒子 我很相信小朋友說的話 我也把這個概念畫給小童 又畫給Oscar 小童在音樂上做了一個… 我給了很多不同的參考 有些台灣indie band的參考 我給他們做了這首歌曲的底 然後就把這個概念畫給Oscar 再加上我和媽媽的一些經歷 就變成了這首歌曲的主題 但這首歌曲的主題是唯一一種 我應該有跟它稍微碰撞的 對,有點碰撞 不是完全… 之前的歌曲可能大家耐出來 很容易就想到主題是甚麼 因為我不是很… 不是很合理 純粹叫別人去孝順 同意 所以我不想這首歌 成為一首純粹不斷歌頌 沒有真偉大 不是那類型的作品 你要當孝順仔,也沒有你做 但我也不是覺得親情不重要 但我想說的是… 所謂的一種練習就是 一個父母生了一個嬰兒 其實對於小朋友和父母 都是在練習,都是在練習他的愛 這首歌是否也有機會 在演唱會裡聽到 對,我想在演唱會 才是第一次對著媽媽首唱 但今天就先在這裡唱了 在這裡唱了? 還有選擇 還有選擇 我們現在馬上聽了 在演唱會 我要出生 你要快要出生 你要有火心將會跳 穿過半空的小雷電 看到轉世的奧妙 我要挑選 要快要找到 要是你當我喜愛笑 想與你與他一起拍照 這次你會明白我需要 用我一生與你結伴練習 學會想依靠也要學得了 在你的擁抱裡把我建立 無負你識心煮好的晚餐 換個新方向你也在學習 就算已怕青春消耗 仍然變相寫在空間 用到世間放置 我有沒有無數方法 我看多一次 再看多一次 我始終想試試 天際處我終於決定 我終於決定 挑選你倆的故事 越過小雞眼 撞進小風 眼睛深瑜者黑者晚上 等再過半采一起期盼 盼雨地看 塵世方淡 Woo 用我一生與你結伴練習 學會想依靠也要學得了 在你的拥抱里把我建立 无辜你识心遮挡风雨发 换个身份汉你也在学习 就算以把青春笑号 仍必须写着空间 痛到世丹方之外有无数方法 如来回反跟头倒转身世 若你折返家乡圣祭 握握手会再听明白 用我一生与你结伴练习 做错多少也会当时学习 在你的拥抱里把我建立 明白爱必先懂得相处才有智慧相爱 所以各自实习 为了这位个口径 过前腰困扑的气候 期待我可与你爱到 无法分架 期待我可与你爱到 找到解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